從外像水燈頭到超間帶的水生植物 還有海科館內的珊瑚 這些作品都是以海科館為主題 參賽者從國小國中到溝中生 他們用手機記錄海科之美 這次的主題我主要是用 我們基隆最有名的中原季這個題材 然後去做攝影 主要的畫面就是拍攝 放水燈在影機放在海面上的畫面 那我覺得現在科技很方便 用手機其實攝影不再是那麼 很像是很難達到的天堂一樣 就是我們用手機方便可以去記錄 我們生活周遭的任何一切的事物 這是第一次 然後就想說 因為你們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拍下來記錄 然後我的主題是海底的世界 就是它在怎麼運轉 然後就拍起來然後也很漂亮 占地50公頃的海科館 擁有豐富的場館資源和自然風景 一直都是拍照打卡熱點 海科自美攝影比賽希望從孩子們 獨特的視野和角度出發 認識海洋教育 大家參與得非常地踴躍 總共有160件的作品 那麼獲選了一個69件 那其實我們從國小 國中 高中 他們不同的這個年齡層的視角來看 海科整個大園區 這樣的一個環境生態 或者是建築物等等的這個美感的這個感覺 那可以看到很多作品 其實可能平常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都很少去觀察到 但是透過孩子的眼中 他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視角 那打開了眼界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攝影比賽 我覺得意義非凡 那也很希望這個我們跟基隆 這個甚至很多的如果這些機構 可以願意來共襄盛舉 希望明年能夠再擴大 能夠讓獎金提高 也讓年齡層能夠這個更多元一點 那希望海科之美這整個大園區海洋生態 一個永續的環境 能夠透過一個攝影展 可以在全國國民的這個視角中 可以呈現到全世界 中家寬屏集中電視 也協辦這場攝影比賽 希望鼓勵孩子 嘗試用心去發掘周邊的美好事物 海科館這次辦的這個海科之美的活動 非常的棒 非常適合全家大小一起來 尤其是這一次針對小朋友 只要是能夠用手機來拍攝的話 用小朋友的視角 就可以拍出多元的不同的一個美感 還有就是他們眼底下 所認識的海科館 現在手機非常發達 只要用手機就可以拍出美美的一個照片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學生的作品 真的比我們想像中的更美 學生的角度平常是我們看不到的 所以一些發想來自於 他們的一個天馬行空 這樣也許就是代表上帝的視野 也是一個結佳的作品 我們非常感謝館長 我們陳館長以及我們吉隆電視台 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平台 給學生更多的學習 手機他甚至到小朋友 可能也都已經有手機 那這次其實看得到的是 國小組的小朋友 他的視角部分 其實比我們成人在拍攝的部分 他的視角是偏低的 那反而在視角偏低的情況下 他看的東西好像就長大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也可以去看得到 小朋友看世界 跟我們大人看世界 他的差異性在哪裡 得獎作品將在海科館主題館三樓展出 海科館透過攝影比賽 鼓勵學生在科業之餘或生活中 培養敏銳度和美學的視野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